看不起我们大陆人 过去会被启示 他们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哈喽大家好 我是贵州妖妹 欢迎大家来哪迪赛 坤哥 来跟我拔哈罗门 坤哥不理我 昨天的视频大家都看了吗 那就是我之前 跟我老公还在相处之间 带来的困扰是那样子的 如果还没看到呢 可以看我上一个视频 应该说上一个视频 然后呢 今天我要聊的话题呢 就是我后来坚持 跟我老公在一起之后呢 还没来台湾之前 有没有困扰呢 有 那是什么呢 回来继续听吧 其实我还没来到台湾之前呢 我的困扰就是 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然后跟我说 台湾这边会 那个碰碰碰碰碰 意思就是说 以后呢 我在这边生活 可能会受到台湾人的 启示 启示知道吧 启示 然后我就很不开心 我觉得说 因为我本来就是还没有到台湾 真正去生活过 那我要奉弃我在原来大陆那边所有的朋友 还有一些社交圈子 以及就是我在那边的一个事业 然后呢 所有都要奉弃之后 然后跟着我的老公飘洋过海的来到台湾 我觉得他们应该是要鼓励我才对 因为鼓励我要拿出勇气 鼓励我在这边要生活得好好的 而他们不是 他们是这样说的 你过去会被启示 说的我心里面好沉重 后来呢 我就不开心了之后呢 我对他的反应就是说 我说请你以后不要再对我讲这样的话 为什么呢 因为我既然选择嫁给了我的老公 那我就要跟随他 我说就像你一样 你是四川的 那你去嫁到北京 或者是嫁到河南 或者是嫁到湖南 那你难道你就让你的老公跟着你在你娘家过吗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选择和他在一起呢 然后他还带了这样的一个口气说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其实我们也是为了你好 但是大家觉得他真的是为了我好吗 其实我觉得这种人就是 可能觉得他也憧憬台湾这边的生活 然后呢又可能对你的幸福 就是因为在大陆的时候呢 他能看到就是我老公 就是能看到我老公对我的好 比如说我老公会给我体贴的一些动作啊 然后他看了会羡慕 还有一些其他的 我就不一一举例了 然后呢他们也会说可能我来到台湾之后呢 这边的人可能看不起我们大陆人 我对他的回绝就是我不管别人对我看得起还是看不起 因为我不会因为他看得起 因为我不会因为他看得起而吃他一粒饭 我也不会因为他看不起 然后呢我就要在他底下做什么事 然后跟他讨一分钱来花 我的生活我来到台湾我肯定就是跟我的老公和我老公的家人生活在一起 而至于外人那外人来对我来说 你对我热心那我就我就回应你是热心的 你对我不热心当然我也会不会理你的对不对 那再说了 其实就是说说实在的 我以前到广州的那种去的憧憬和我来台湾的就是那种憧憬是不一样的 憧憬就是想的是不一样的 以前到广州吧 我是因为从农村出到城市 农村出到城市我就会向往那些高楼大厦啊 就是电视里面看到的那些美食啊 高大厦啊什么的 就很向往 但是当自己在那一个城市生活了很多年之后发现说 其实你能吃的我也可以吃 而你能用的我也可以用 就是我不是说你能用的可以用 就是说这个环境 大家都融入到这个环境之后 觉得也没有什么了 就是好像已经保持那种平常心了 那我来台湾之前的顾虑是什么呢 我的顾虑是 我去台湾是不是能找工作 然后有一份收入 台湾那边的食物是不是能是我能适应的 因为我是吃重口味的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之前来台湾的时候 台湾的食物都是甜甜的 然后我吃不惯 然后还有就是炸的 那一炸物我吃不惯 那时候是真的吃不惯 然后我每次来我就要带那个辣椒粉 包括这一次来的时候呢 我也是带了好多的辣椒粉就是这个 然后呢 然后也有人对我说 他说就是羊妹有人了 嫁过去台湾了 得了抑郁症 抑郁症 抑郁症 我说天哪 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 不是跟自己老公在一起 为什么会得抑郁症呢 但是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他们为什么会得抑郁症 我来到台湾之后呢 结果呢就是我前面所顾虑的完全 完全什么都没有发生 就是说你前面的顾虑完全是多余的 后来我来到这边 然后呢我觉得我跟我老公生活在一起 还是跟以前一样的 然后呢就是兜兜嘴啊 泡泡茶啊 然后聊聊天啊 偶尔出去玩玩啊 然后带着去吃美食 那说到这个美食呢 台湾的美食真的太多了啊 大家看过我的视频都知道啊 然后看过我第一个视频 再看我现在视频都说我已经长胖了 其实我也没碰多少 因为我其实还没来的时候 我的体重就是在50到52之间 那我的空腹体重呢 的确是之前是在50 后来结果我来这里已经 三四个月之后一秤 哎呀我的妈呀 那个秤呢 然后空腹体重到52点多了 哇我吓到了 后来我就想说哎呀 我想要减肥 但是呢其实呢减肥真的是不要去刻意的减 然后呢自己稍稍的控制一点就好了 然后我就说我之前的孤立完全是多余的嘛 来到台湾这边我完全没有想到的是这边的天气环境 还有那个食物 尤其是饮食方面我真的是太习惯了饮食真的是好多好多吃的 后来我才知道说台湾这边也有吃辣的 而台湾的辣椒辣起来真的比我们贵族还要辣 当然呢在这里呢我也要非常感谢我的老公坤哥 为什么要感谢我的坤哥呢 因为我的坤哥就是 他基本上一有空的 他就会说要么我拉你出去 我带你出去不是拉我出去 就是说我带我出去去哪里走走去看看 然后呢去吃吃喝喝 包括我在网络上也认识一些 大陆的姐妹啊台湾的朋友啊 然后呢我老公还是支持我的 但是我老公也会跟我说交朋友要小心 比如说可能自己呢不要因为别人怎么样啊 然后就去了 然后我还跟我老公说台湾会有坏人吗 我老公说不是台湾有不有坏人的 问题而是自己干了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然后呢交朋友呢谨慎总是是好的 然后呢我老公还是会让我去跟朋友玩啊什么的 然后短短的时间我还是结交了很多的朋友的啊 前面所说到的有一些 刚嫁过来会的抑郁症呢 我真的不了解哈 我觉得呢就是说希望我的这一个 就是我来台湾的这一个过程 还有就是生活呢也能带给一些干来的一些新住民 或者是陆配也好就是我们家乡的姐妹啊 可以就是说来到台湾 然后呢首先你的心态要好一点啊 心态要好一点 你不要老是想着说哎呀台湾我就在去架一个很繁华的什么的 其实我觉得这一个生活的环境 当然呢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哈 你比如说我的话我觉得台湾的生活环境还是不错的 反正后续呢这个环境问题呢我再另外说就好了啊 至于你自己的心态要调整好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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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找点事情做 即使你刚开始没有工作 哪怕你跟邻居去聊聊天啊交交朋友啊 这样的话就会让你的心情开来 让你在这一个地方认识到很多很多 你所以前不知道的事情 那比如说以前啊 我一个人去广州的时候也一个朋友都没有啊 呃 当然后来就是建立了那么大的一个圈 那么好的一个圈子 然后要离开肯定有舍不得 但是我觉得呃 不管是是抱着什么样的心情 既然我选择要到这个生活 我肯定要用我自己人去适应环境 你要知道环境它本身就是这样子的 比如说我现在就在这个房子里面 你不适应它 它怎么可能会适应你啊 它是不动的东西啊 然后你只有你去适应它 只能调整自己了啊 啊 好了 这期Yammer的视频呢 就先到这里了 啊 其实Yammer还有很多很多的话想说 那后期还有机会 然后慢慢的诉说吧 啊 如果喜欢Yammer的视频呢 记得啊 点赞留言分享订阅打开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生活就是柴银油盐这样吐槽 我就是真正正正正的家庭 家庭 屁肤 不错 家庭屁肤 看我多喜欢 后来你看看 这衣服是我老婆带的 然后我来收你看 男女搭配干 对 知道吗 你们都说一句对吧 快走得起来 喝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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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